马莎的童话故事 哦 我真的好想去拜访小熊哦 总有一天我会带你们去的 但现在让我跟你们说一个关于访客的恐怖故事 从前从前有一个小女孩名字叫做小红梦 小红梦 她以前会穿有帽子的斗篷 但现在只会戴着红色帽子 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 有一天妈妈要她去探望生病的外婆 戴上一篮好吃的食物 女孩踢着装满嫌派的篮子 出门了 她走在森林的小径上 嫌派发出诱人的香味 女孩告诉自己 我要坐下来吃一小口派 就在这个时候 某个东西滚过她面前 蹦的一声撞到了一棵树 猜猜那是谁 是奇怪的大头 她坐着摇晃脑袋 或者是说摇晃成身 因为她只有一颗头 没有手跟脚 小红帽把它放好 奇怪大头像人类一样说话 请不要吃我 我可以唱首歌给你听 为什么会有人想吃你呢 你刚刚滚过来的路上全都是你吧 我要带你去找我外婆 也许她能够帮助你哦 小红帽拍掉奇怪大头身上的灰尘 再将她放进篮子 大野狼躲在附近的草丛偷听 她决定把它们通通吃掉 小红帽 外婆 还有脏脏的大头 外婆生病 卧床在家里 听到有人敲门的时候 非常惊讶 是谁啊 外婆问 是你的乖孙女小红帽 我特地来拜访你 外婆 大野狼说 哦 我可怜的孙女 是不是也生病了 她的声音很甜美 但现在却刷眼 外婆是这么想的 所以她说 把门扇打开 亲爱的 自己进来吧 大野狼把门打开了 接着就 发生了非常非常可怕的事 大野狼把外婆 整个吞到肚子里 然后吐出眼镜和贝雷帽 大野狼天天嘴巴 等待小红帽的到来 她搅拌成生病的外婆 站到床上 用毯子盖住自己 戴上老花眼镜 然后听到有人在敲门 是谁啊 大野狼问 是你的孙女 我是小红帽 来拜访你啦 把门扇打开 自己进来 大野狼外婆说 小女孩走进屋内 把装有奇怪大头的 篮子放在地上 她看到外婆 简直不敢相信 看起来真的病得很重 她的脸都黑了 才装满了奇怪的毛发 小红帽坐在小椅子上说 亲爱的外婆 你怎么了 你的双手变得好大哦 这样才能好好抱着你啊 乖孙女 大野狼咧嘴地笑着说 亲爱的外婆 你的牙齿好大哦 这样才能好好吃掉你啊 大野狼逼好 然后将小红帽吞下肚 奇怪大头很害怕 开始放声大叫 她从篮子里跳出来 大野狼抓住她 也把她穿到肚子里去了 大野狼都也不动地 躺在床上哇哇大哭 她吃了太多人汗点心 所以她的肚子当然会很痛啊 她的肚子胀起来 像气球一样 又大又圆 然后蹦 放假了 所有人都弹出来了 有小红帽 外婆和奇怪大头 外婆和孙女 开心地蹦蹦跳跳 奇怪大头滚到窗边 跳出去 跑走了 她在森林中翻滚着 遇到了狐狸 奇怪大头唱首歌给她听 但狐狸跟她说 我哄老了 听不太清楚 要不要坐在我的鼻子上 我才能听你说 奇怪大头跳到狐狸鼻子上开始唱歌 狐狸张开嘴巴 蹦 把她吃掉了 这是给奇怪大头的教训 之前被吃掉过不是吗 为什么她还要跳到不认识的狐狸鼻子上呢 这是给小红帽的课题 你不能随便告诉陌生人你要去什么地方 但重点是 你要经常探望亲朋好友 如果你看到大野狼 你会知道那不是你的外婆 告诉我 亲爱的玩具朋友们 你们是怎么吃这些沙派的呢 你们知道是谁做的吗 你们才不知道呢 我来跟你们讲个童话故事吧 从前从前 有一个小女孩叫做小莲娜 她的弟弟叫做小艾文 魔法天鹅 他们的父母出门去市场买东西 两个小孩不听话 他们跑进森林里 然后迷路了 森林里又黑又吓人 猜猜他们看到什么 一个大火炉 里面都是派 一直满出来 小莲娜和小艾文简直不敢相信 大火炉很阴险地说 来吧 小朋友们 试试我美味的派 小艾文好高兴 但她和姐姐小莲娜小声地告诉她 不要吃那些派 谁知道里面放了什么 小艾文不肯听 她跑过去吃光所有的派 然后她开始抱怨 快去拿水我口好口 小莲娜告诉她 我刚才叫你不要吃了不是吗 就在此时 她的弟弟开始打嗝 然后蹦 合一声 突然凭空出现了一条牛奶盒 还有用糖果堆成的盒案 小莲娜告诉小艾文 够了不要再抱怨了 耐心点我帮你拿点牛奶和糖果 但是小艾文并不乖 她从来不听任何人的话 她开始在地上打滚 然后大叫 我才不要有那些 我口我口 我要喝完这个洋酒印里的水 真是个小傻瓜 你千万 不能喝水瓦里的水了 绝对不行 里面充满了戏剧 但是她还是喝了 她趴在地上伸出舌头 准备要喝水瓦里的水 小莲娜被困在软糖中 阻止不了她 所以她大喊 不要喝脚印里的鸡水 你会变成羊的 但是弟弟没有听话 一直在喝脚印里的鸡水 什么样的兴趣 会在鸡水里游泳呢 那真是不好说啊 但是突然之间 小艾文长出一堆毛髮 旁边的苹果树 轻柔地告诉她 哦 小艾文 你是不是想尝尝 我的金苹果 小艾文吃了一颗 它头上就长出了肉脚 手脚也变成了小小的梯子 它变成了一只羊 一只羊 就在同时 一群魔法天鹅正飞过天空 它们听到有人在苹果树下 大声咀嚼 吃一只小羊正在啃着苹果 吃得非常干净 连果核都不舍 魔法天鹅很惊讶 它们决定带着小羊去找老巫婆 它们飞下来 抓住小羊 前往长着一双鸡脚的巫婆家 巫婆看到小羊 没想到它超级喜欢它的 因为小羊又可爱又蓬松 而且很肥美 巫婆决定要把这只小羊一口吞了 老巫婆给炉子加热 开始唱起歌来 巫婆又弄成 小羊还以讨论 吃掉小羊是最棒的一件事情 害怕的小羊大声呼叫 森林的最外围都听得到 火烧得又高又热 水在锅里煮滚了 超子魔的又力又亮 没有人要来救我吗 它飞快地跑到困不紧接着那条 黏答答的软堂河边 老女巫看到小羊逃跑了 便魅力魔法天鹅 去把它抓回来 小莲娜才刚离开软堂岸边 它抛起弟弟 但不知道该躲在哪里 触手无策之下 它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大火炉觉得很凶快 它不该给小艾文吃那些派 它把可怜的姐弟俩藏在炉子里 魔法天鹅经过都没有看到它们 过了好久 小莲娜找不到走出森林的路 但很幸运的是 小羊艾文靠着文气味找到回家的路 帮它们到家时 父母已经从市场回来了 真是先天先地啊 它们带小艾文去看各种医生 寻求各种治疗 终于它又变回人类小孩了 所以你们最好不要随便在奇怪的地方吃奇怪的食物哦 还有不要乱喝水只能喝开水或水瓶里的 不然的话你可能会不小心变成羊哦 可是无药可以的 所有动画片都到哪里去了呢 让我们开始调查一下吧 1234567 灯花灯花在哪里 按下这个麦克风 马莎与熊就放松 就是这么简单 你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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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来